羅谷宣天 信徒齊聚 滿滿人潮擠得水泄不偷 一年一度的北台灣總角盛世 桃園龍德宮媽祖遭境 4號晚上11點熱鬧起駕出發 前往雲林麥聊拱辦公 夜族近鄉 麥入第12年 那今天我們預計參加的人數有上萬人 那今天很特別的 我們有來自全國的各大公廟 有145間的董事長跟主任 我認為來共襄盛起 千人繞近萬人祈福活動 將跨越六個縣市 一路從桃園徒步走到雲林 全程約448公里 這也是全台灣最長的一條進鄉路線 今年也是龍德宮的一個重要的一年 因為今年我們即將完成這個 建廟的開工儀式 那我想未來我們市政府 也會跟龍德宮一起來推廣 非常虔誠的一個宗教文化 讓這裡成為馬祖文化的一個宗教園區 繞鎮行程要走個八天七夜 上千名信徒將一路跟隨 預計3月12號就會回鸞 也代表3月崩媽祖熱潮正式展開 記者桃園綜合報導 正在了一系列 順吳 199人 2,2,2,1 2